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Timmy 好了 你的膚色就有點黑了 因為今天太陽實在太正了 今天也不太熱 但也開始是真正的夏天來臨了 首先講回今天的主題 相信在7月21日 西環的清場行動 和元朗的無差別被人打的情況 是可以令到香港進入了黑暗時期 首先第一就是講了 西環那宗 西環那宗 我當日是休息的 我當日只是 西環中山公園 去休息休息 那時候 正當想走回港澳碼頭 搭788 那時候 我就看到 黑衣那些示威者 就向著西環進發 我和另一個家庭 他們都擔心 說要快點走 快點走 不然就殺到你了 我當時也是這樣想 因為 昨晚西環 在7月21日的西環 就發生了一件 比較大的事件 西環 上環是臨到 11點多 現在 那警察防線 就去到 上環永安的位置 那他們呢 就慢著 在那裏 狂開槍 和狂發出雷彈 那當中混亂之間 有記者 有一個議士 都中了出雷彈 和布袋彈 和那個議士 是中了一個頭的 那 那根據網上消息 就是說 當晚呢 就是發了三十六槍 三十六槍 記住 三十六 三十六槍 和好像是百幾發的 催淚彈 唉 這一個呢 就是香港的黑暗 那 還有說 元朗 無差別的單 先 那元朗 無差別的單呢 那 都根據 是 昨日 昨日新聞所發佈的消息呢 就是說呢 原來呢 在上個星期六 元朗人 元朗人的村 就是已經 他們呢 就是他們已經 就是 都 就是 都知道 是 在那晚會有大劑 發生的事情 那 在Facebook上面 就是都 就是都有一段片呢 是被些網民拍到的喔 就是呢 何君耀出場 然後呢 整班在那裡 Hello 然後呢 又握手啦 然後呢 又在那裡說 You are my hero 耶 那即是證明 何君耀做啦 這件事 何君耀是請黑社會 那些人 是 清洗元朗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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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晚元朗這件事呢 是很恐怖的 再看 因為 因為 因為他們 他們呢 就是在 元朗那邊 那 那就是在西鐵站 那 那跟著廣鐵呢 那 當時廣鐵呢 又不會說 立刻關門的喔 就是 又開門 讓 車上乘客的下車 車上乘客下車 喂 大哥 當時下車 那不是 還被人 斬 被人 藤條 蚊豬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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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真是很恐怖的 整班黑社會 我想 我想之前在網上看到 或者在新聞片段都看到 都有十幾二十個 黑社會 即是穿白衣的黑社會 那 那 在那 用鐵通 用 藤條 然後呢 就在那 慢慢 在那 專門針對 遊行員 的年輕人 和 穿黑衣的 年輕人 就馬上 聯武了 但是呢 那些警察 那時候呢 鐵路 鐵路警察 專門做 這個呢 又不會做 還有呢 當時呢 元朗站的職員 又不會調停的 是很搞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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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那時候 跟著呢 當時在混亂之中呢 有人曾經打過 999 幾次 或者十次 再有 跟著他們呢 那 999 熱線的話呢 怕就不會出街 那即是證明了 警察合作啦 那首先不說這件事了 那首先呢 就是說 在 元朗的街道 出現了這 白衫人 他們呢 就徘徊了 那接著當中呢 防部隊 和那些警察呢 看完之後呢 走啦 不關我的事啦 然後到最後呢 警署呢 還關門了 那 那 還不是那些警察 是 引那些黑社會進來 是幫忙大清洗 我覺得這次 是 就是 香港已經玩完了 香港或者可能 在 就是這兩件事呢 是更需要過 大陸的城管的 大陸的警察的 我所知道 因為起碼大陸的 因為起碼大陸的警察呢 就是你是 屈 還有呢 還有呢 是會 三間門的警察 是會 突然 撞爆了一頓門 去拘捕他們 那 那 那這次 香港警察呢 是更壞 一看到這些事情 一看到黑社會 一看到被人打的情況呢 馬上 立即 不關我的事 走了 這樣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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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回應呢 是很搞笑的 有暴力即是危險 這個 這句話 大家都知道 那暴力即是危險 那如果拿拳頭 還有拿一支棍子 那這次當這支棍子 那更危險 呢 嘩 有些力度 那 就是 那 那 香港已經 到了2019年 7月21日 這件事 是 即是一個 很黑暗的時期 那 雖然說呢 一國兩制呢 是去到2050年左右 那 那現在都未去到一半而已 就已經是這樣了 那 那 可想而知 到2050年 打後的時候 那 香港 真真正正 會變成大陸的一個城市 或者當時呢 我就在想 那 那如果到2050年呢 香港 變成了大陸這樣呢 那 我們 那 當然要走啦 當然要移民啦 那 但是如果到 到 2050年 由中國 接管我們 香港 那 反而好像 那 反而好像 反而好像大陸那樣 那樣 又 很和平 又很高科技的東西 那我這個 或者可能 一些 那 因為政治裏面呢 是超黑暗的 就是 習近平呢 是的 習近平呢 在大陸呢 已經實行了信用 社會信用系統了 就是實行玩這個 扣分制 那 如果 每個人是有 一千分的底分的 那 做好事 例如捐血呀 幫人呀 那 就會加分 那如果你是 罵政府呀 罵那些 罵政府呀 跟著 在那裡傳埋一些 不實的 不實的 以外傳訳的方式呀 那又要罵了 那罵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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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點呢 就是一個分數呢 是低於 不知多少分呢 就罵你 不准買樓 不准生仔 不准出國 不准坐火車 那到時呢 香港是呢 那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是真是做了一個 之前北京所謂的 什麼低階人士呀 跟著呢 就被 承管 管走了 那大家想不想呢 如果不想的話呢 那 香港呢 就 加油啦 香港加油啦 還有呢 香港加油啦 還有最新消息呢 就是 明天早 九點半 會有這個 港鐵的不合作運動於金鐘站的 那大家如果是 要經東鐘轉車的話 那 麻煩你 提提早一點 提提早一點 或者呢 轉搭巴士啦 那我今天 的分享 是這麼多 下一條片呢 下一條片 我也是 因著 社會經濟的 影響呢 再 跟貼一點 小小的 時事的 那 之後那些 開箱 飲飲食食的 那些 飲飲食食的 那些 那 我們呢 會 延後到 不知幾時才會 繼續啦 好 我們今晚 先說這麽多 是時候 說再見啦 拜拜 拜拜